瑞芳中山路横跨基隆河的接受桥通行的人车不少 不过目前桥上的灯48盏钟就坏了一半 再加上都集中在同一侧 晚上真的很暗 担心通行安全 12号上午 议员林一琦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针对市府表示要配合节能减碳减少灯距 议员则是要求将照明灯距来调整位置 看看晚上够不够亮再做后续改善 白天时间人车来来往往通行没问题 不过台的旺去 蓝色拱形桥上的照明一到晚上却损坏严重 坏了一大半 尤其集中在同一侧真的不够亮 没有全部都振 没有全部都振 一半只会不振 你觉得这样要修理吗 最好是修理最好 对吗 对啊 什么 晚上都有人走 方便 那接受桥在从98至99年新建至今 那因为桥上的一些螺丝可能有松动的状况 还有因为多雨的天气 那上面也有非常多地方的锈石 那在于去年的时候 那一起也争取经费 已经将全部接受桥梁上面 重新油漆 然后也重新做一个检测 那最近里长反映因为接受桥上的照明设备有很多灯是损坏的状况 担心通行安全12号上午议员林义琦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因为目前48盏灯有24盏是坏的要求改善 不过因为市府要推节能减碳也认为目前48盏灯数量太多要减少 所以议员也要求就现有好的24盏灯调整位置 那养工处初步是建议希望能够将照明灯减亮 那来达成节能的推动节能的效果 那一起也要求养工处必须先回去请那个顾问公司先做初步的整个间距的调整 那到时候再来看看整个的照明设备 是不是会影响到桥上的行车以及行人的安全 调整灯具位置均衡一下 看看晚间的照明度如何 如果还是不够再做后续改善 让介绍桥晚间通行安全没有疑虑 教程惠林 瑞邦采访报道